我們就開始介紹random process 我們稍微複習一下random process 照理來講同學應該都有一點概念 所謂random process基本上它會隨著時間 不停的random它有個機率 那這個t我們稱之為index set 通常是時數 你也可以是finite 它就是變成random vector 它可能一二三三維 那如果是整數的話 我們就稱為discrete random process 如果是時數軸 我們稱之為continuous 那如果是高維的時數軸 我們稱之為random field 就稍微講一下 好 那我們舉一個範例 為什麼通訊一定要引進random process 這才是我們講的重點 因為記得random process 是一個數學基礎課 它通常不會講應用 因為在很多領域都要用 所以它是以純數學的角度來看 那我們現在講應用 好 我們來舉一個例子 這是我通訊將來可能會用到的訊號 我有個載播fc 可能是2GHz 我這邊震盪 然後我會用相位來傳輸我的資料 那相位是u 我用不同的相位來告訴對方 接收端我的訊號特性 所以這個u是隨機的 所以我們將來會看到的xt 可能是一個相位式的一個random process 好 那如果講的更明白 如果以數學通訊來講 我們可能要送的是正1或負1 那正1負1怎麼樣代表 就是用不同的相位 一個是正的二分子π 一個是負二分子π 所以我們會轉相位 這樣就是一個random process 我們要介紹幾個重要的名詞 看幾個重要的概念 對於一個random process 我們很多時候會去看 某些特定的時間點 它的統計關係 那通常要finite 因為Infinite sample 事實上 它的distribution很難定義 它很難well define 還好我們現在都看finite是足夠的 我可能每10個ms sample一次 所以t1是10個ms t2是20個ms t3是在30個ms 所以我t1,t2,t3我去看 那我sample了可能是1000個點 那我想知道它的統計特性 譬如說它的值分別 小於等於x1,x2,x3到xk的統計特性 那一般來講 我們會寫成一個大寫的f 然後notation上是 我們看的是小於等於x1,x2,xk 那看的時間點 看的時間點是t1到tk 那有一個很重要的基本概念 那書上有寫 我們稍微描述一下 就是說如果是三維的distribution給你 你就知道marginal distribution 因為事實上你把j維拿掉 就是拉到無限大 它就是你的marginal CDF 那這叫consistence theorem 既然要這樣講 這代表有些人可能會考量 它不consistent 有些事後有些系統 搞不好它不consistent 三維的distribution的degenerate 不見得是你觀察到二維 那都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那我們這本書只是告訴你說 它關心的都是正常的現象 我告訴你高維的低維的完全知道 好那這時候我們先介紹兩個重要的函數 一個叫mean 一個叫autocollation function 基本上我們通訊上關心的是訊號的傳送能量 而訊號傳送能量的定義 其實剛剛有給各位 xt的絕對值平方dt 代表這個訊號的能量 所以它事實上是到二維的moment 所以那一維呢 一維的平方事實上也是能量 因為你一個電池要維持一個準位 比如說5V 是不是要維持一個能量 所以一維的dc也是能量 所以這兩個都是跟能量有關的函數 那三維以上一般來講 我們就不去看了 所以對一個random process 我們關心的是mean function 跟correlation function 或者叫autocollation function 自己跟自己 它的定義是這樣子 就是取期望值 跟自己在不同的兩個時間 那後面要取compress conjugate 取期望值 我們稱之為autocollation function 那如果你把dc拿掉 你只看它的變異 我們當然稱之為variance function 所以叫autocovariance function 這是我們在通訊上關心的 三個重要的函數 兩個不同的訊號 random process 我們關心的是cross correlation 或者cross covariance 基本上由剛剛的定義 其實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autocollation跟autocovariance 或cross correlation跟cross covariance 資金的關係就差一個mean 所以這個事實上很容易證明 by definition就做出來了 這個應該各位很熟 因為random process 基本上你稍微有點概念 回去要複習一下 那我們先介紹 我們現在要講的重要的東西 station的穩態 通訊上其實我們都希望 random process穩態 其實有個理由 這是我們通常是假設 那其中一個理由就是 我們在做系統的時候 我們希望我們設計的時候 所面對的統計現象 跟將來我們設計系統 在使用的時候 所面對的統計現象是一樣 但是在不同的時間 因為如果我設計的時候 面對的雜訊是高斯 你使用的時候 面對的雜訊不是高斯 那麼我設計的時候 可能在那個情況就沒有用 所以我們必須要 假設一個穩態就是說 我們整個的環境都一樣 那所以穩態的基本定義 叫street sense的話 代表的是說 我的整個統計特性 不隨著時間平移有關 減濤代表時間平移 減是往右移對不對 江家是往左移 他有這個概念 往右移代表是未來 以時間來講 所以我現在用 我減一年 tau是一年 這代表我現在設計完了之後 一年之後你在用的時候 跟我當初設計所預知的機率 是完全一樣的 這叫stationary 所以跟tau無關 所以早上下午晚上 我的系統面對的統計特性完全一樣 當然我們知道這個假設通常不會完全成立 因為早上跟晚上就有點不一樣 春天跟秋天你在電波傳送的時候 面對離子層的變化就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有各種不同 但是通常我們這種假設還是可以用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變化大部分不大 所以基本上還對 可是我們嚴格的文 它對我們來講很難驗證 那通常也不需要 因為它代表3rd moment 4th moment 更高的moment 都不隨時間改變 那這個事實上我們關心的數位通訊 尤其是數位通訊 我們只關心first two moment 這是weekly sense stationary 就是first moment不隨時間改變 second moment不隨時間改變 這樣就夠了 對通訊 尤其是數位通訊來講 可能類比通訊還不見得 但是數位的世界來講 因為你要送的是正義跟負義的訊號 所以我們只要first moment 在能量上是OK的就可以了 這個是定義 看到definition 那joined y sensestationary 代表的是說 我這兩個process 的cross correlation 不隨時間改變 我們只要是first moment 跟second moment 兩個都是y sensestationary first moment都做完了 所以我們只要增加一個現象 就是second moment 那這裡當然稍微比較快一點 因為我想這是random project 基本概念 同學也知道 y sensestationary 對我們通訊是非常重要的 它的定義就是 first moment 跟second moment 不隨時間平移改變 這個記得就好 好 那我們直接介紹一下 讓你複習一下 那記得這個下一個現象 所以因為重要 所以我稍微提點一下 其實它有很多性質 我們抽出重要性質 第一個重要性質 我們將來一定會用到的 你在做cross correlation的時候 跟順序有關 因為跟你的出發點有關 我看A對B的cross correlation 跟看B對A的cross correlation 是不一樣的 這是定義關係 這樣了解嗎 當然你可以想像它就是一個反向而已 所以基本上也是對 所以基本上我把xy對調 時間對調 跟原來的xy會差一個complete conjugate 原因是因為我們在定義cross correlation的時候是x 我們是對後者做complete conjugate 所以你一對調的時候 就差一個complete conjugate 永遠記得這件事情 那對於wisenstation來講 事實上我們永遠做的是時間差 可是時間差就會有觀點問題 我們都是前面的-後面的 所以這裡會是t2-t1 這裡反而會變成t1 我要講的是這件事情 所以時間會從基準點 如果我看到是未來對現在的關係 那現在放前面 那這時候我的時間差就是t1-未來t2 就是負的 如果從未來看過去 那時間差就是正的 看基準問題 所以當你對調的時候 會差一個時間 會差一個負號 那會差一個complete conjugate 只要你稍微注意一下 將來就沒有什麼問題 就差一個符號對調 這是你就記得基準點的問題 那有一個很重要的高宣random process 那原因是因為我們現在最傳統的通訊 所最常碰到的雜訊都是高斯 這是量測出來的 確實是 因為它是一個熱運動所產生的 大部分的一個雜訊其實是分子熱運動 所產生的一個雜訊 那我們就要定義什麼叫高斯 那高斯的定義在每本書其實不一樣 但是這些定義turn out都等效 你用不同的定義其實出發點就是不一樣 我們書上所採用的定義是這個出發點 紅字 就是因為我們關心的是random process 在例如K個時間點相互之間的統計關係 我看到時間10點10分 這個sample的訊號跟10點11分 這個sample的訊號彼此間統計上有什麼關係 這是我真正關心的 那我乾脆就用這個量定義 反正等效嘛 我就取其中一個對我最方便 在分析上最方便的定義 所以它事實上就是說 那我們就直接做final dimensional sample 所以我們在T1時間 T2時間 T3時間到TK時間做sample 那我們說這個sample出來之後 它的CDF跟PDF就是高斯的形式 一維的高斯各位都會記得 所以它的distribution就長這個形式 那各位都會背 高維就變成一個covariance matrix的樣子 那高斯有個很好的特性 剛好完全吻合通訊的需求 通訊現在各位看到只關心first moment跟second moment 那這邊應該有些電控的同學 我跟我有簽到 如果你去分析其他波形 搞不好你會分析third moment跟fourth moment 我們在random process有交 你third moment會給你相位的訊息 first moment跟sind moment 你的相位可能會不見 我們後面會看到 對系統來講 second moment通過這個系統 相位會不見 可是third moment才有相位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相位 比如說你對腦波分析相位是很重要的 深波分析相位是很重要的 那麼你可能要看到訊號的third moment 諸位通訊傳輸到second moment為止 那高先random process很好的地方是 它只要first moment跟second moment 就完全決定它的統計特性 這是剛好也符合我們通訊的一個需求 好 那我們稍微提一下complex 其實可以用類似的定義 一樣就是它事實上是兩個real random process 跟complex是把時數跟虛數端 當作兩個real的random process來做 它們之間是join Gaussian 也就是當我去做sample的時候 它所呈現出來的樣子就是高斯 這是Gaussian random process Gaussian random process有一些很好的性質 我們稍微介紹一下它很重要 因為它只有first two moment 很多時候其實我們傳統需要只是uncorrelation 什麼叫uncorrelation 兩個random processx跟y 如果我們稱它為uncorrelated 它們相成的期望值等於個別的期望值相成 這個定義叫做uncorrelated 這時候高斯的話uncorrelated就代表independent 這是非常棒的因為independent事實上是更強的一個結果 independent任何的函數相成 它們之間就會等於個別的函數相成之後取函數 等於個別的函數相成 所以這是高斯一個非常重要而漂亮的地方 可是大部分時候其實我們通訊需要的是orthogonal uncorrelation其實對我們來講只是一個數學上的意義而已 這時候我們就有一個Gaussian random process 是wise and stationary則它是strict and stationary 因為first of two moments就完全決定它的統計特性 所以只要它是wise and stationary 它就一定是strict sense stationary 那我們這邊提供一個概念 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因為這個我們不會花很多時間 那我們就要證明它的distribution不變 什麼叫strict sense stationary 它的機率不變 什麼叫wise and stationary first moment跟second moment不隨時間改變 好那我們就開始看 我們有first moment 對不對 first moment其實它是記得它是常數 因為我們不管把時間怎麼平移 它的first moment不能隨時間改變 所以它事實上是一個常數 我們算接著算second moment 接著我們做平移 那因為平移之後first moment second moment不改變 那前兩個moment又決定了它所有distribution 那既然這兩個moment都不改變 所以它distribution就一定一樣 所以就做完了 所以我們就是給一個idea 但是你要知道這個概念 將來會變成你的一個重要的基本概念 那我們介紹完stationarity 接著我們介紹power spectrum density 好像是一個一個一個子題目 我們一步一步拓展 我們介紹wise and stationary 是要告訴各位一個重要的概念 通訊上只關心wise and stationary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只關心power first moment的平方加上second moment 代表這個訊號的power 對不對 dc準位維持要能量 那既然這樣子 我們事實上應該要把所有整個訊號 在屏補上的power分佈 因為它的power可能會分佈在不同的頻段 它可能某些頻段power會集中 某些頻段power會少 所以這時候我們想要看的就是power的分佈 所以慢慢衍生就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怎麼叫powerless spectrum density 這時候我們就用剛剛介紹的 Auto Correction Function來獲得 那只有在wise and stationary的時候 它的Auto Correction Function 只會跟前後的時間差有關 因為我的10點到10點10分之間的相互關係 跟11點到11點10分之間的相互關係是完全一樣 對不對 因為是 stationary 所以這個時候我只要看這個相差的10分鐘 因為任何兩個時間只要相差10分鐘 它的統計關係完全一樣 我們這時候又引進負裂轉換 那你就要知道什麼是負裂轉換的基本概念 我們在影像的時候也用負裂轉換 我們在很多領域都會用負裂轉換 那為什麼要用負裂轉換 它代表是變化 當你需要知道任何一個事物它的變化 變化就代表頻率嘛 變化快變化慢 你都是做負裂轉換 那所以我們想要知道就是說 這個訊號它前後的關係變化多 變化慢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Auto-Collision很強 代表是這個訊號到下一個時間點 它幾乎不會消失 它影響力會完全在 Auto-Collision方案如果長這樣 那代表這個時間到下一個時間 10分鐘 它們的Collision非常的強 非常強代表它幾乎不會有變化 它變化很緩 機率上來講 因為這記得這是一個隨機的現象 那如果Auto-Collision會長這樣 這個訊號跟這個訊號差異在哪裡 我已經經過10分鐘之後 它的Collision已經完全消失了 到下一個時間點跟這個時間點的Collision幾乎沒有 統計上沒有關係 可能接近獨立如果是高斯 或接近Uncoated 那我們想要知道這個變化 那這個變化會牽涉到我們頻率上的關係 所以這是訊號 所以我們就引用了負裂轉換 把它變成頻譜 那這個頻譜我們給它一個名字叫 Power Spectrum Density Turnout它就是Power 因為這個事實上是Power的概念 自己跟自己的Auto-Collision 事實上是這個訊號的能量 事實上是 那除以單位時間就是這個訊號的Power 我們只看一個當下的時間 那我們現在是看變化 所以我們把整個的能量 還記得負裂轉換是剛性映射 所以能量事實上不會影響 這邊的能量經過負裂轉換 跟這個Spectrum Domain的能量是一樣的 我只是把它分配到不同的頻率 那所以我就知道說 這個能量是集中在高頻 還是集中在低頻 這個是它的一概念 所以叫Power Spectrum 它的Density Cross-Collision的負裂轉換就是 Cross-Spectrum Density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知道 為什麼加一個Density 因為基本上Density是密度 它對每個頻率 有的頻率它的密度高 能量密度高 有的頻率能量密度低 我如果想要知道整個訊號的能量 Power 我就把這個積分起來 就是它的能量 所以這個Power Spectrum Density 它基本上你把它積分起來 就是這個事實上就是我們的 Auto-Collision Function 帶0的地方 那帶0的地方 事實上就是訊號的Power 所以它的氣氛就是Power 它的Power 所以我們叫它Power Spectrum Density 好 那記得這是穩泰的訊號 所以那個T在哪裡都不重要 它每個時間的能量 在期望值都一樣 因為它是穩泰 還記得Widescent Station First Moment Second Moment 都不隨時間改變 那單位時間 這是一個單位時間 所以它是Power 我們不是把所有時間積分起來 但是積分起來 因為都是常數嘛 除以時間T就是Power 好 那所以 如果各位記得 我們曾經有所謂的Probability Density 叫密度 機率密度的積分就是機率 能量密度的積分就是能量 相當於比重 積分就是重量 接下來就是比較重投資 Power Spectrum Density 在通訊系統上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們就要驗證它的性質 就剛好這樣定義 發現它的性質 完全吻合我們在實作上的一個需求 第一個它是negative 我們能量不會有負的 當然物理上可能會講一些概念 就跟我們頻率上 實際上是沒有負的 可是我們引進 所以在這裡我們先不看 它的一個狀態 就是說我們有負的頻率 正的頻率 我們發現SX括號F 永遠是正的 那完全吻合我們想像中 任何一個頻率 它的能量不會是負的 這可以證明 那同時它是時速的 因為我們很難想像 你怎麼定義一個虛速的能量 所以目前說虛速還要引進一個軸 我們有一個暗黑力量在虛速軸 怎麼證明呢 就是根據定義來證明 它的定義開始 它就是autocoalition function 的負列轉換 那autocoalition function 有個特性 來記得它是EXT 根據定義它是T加 τ的時間 準位在前面 乘以XT的期望值 這是定義 我們是講前後兩個關係 再加compress conjugate 好 那這時候我們就發現RX負 τ 事實上加上compress conjugate 事實上就是 直接這樣寫好了 寫到這裡應該就比較清楚了 我把它前後可以對調 我準位基準的關係 從哪個角度去看把它對調 我從T開始看 那後面T加 τ就放後面 那外面加compress conjugate 就等於相當裡面 都各加compress conjugate 那這個消掉 這個多了一個 所以事實上這個就會等於 前面點後面嘛 所以負 τ加上一個 所以在title面上是什麼 hermission symmetric 記得autochrome function 在時間軸上是對稱的 就是我們要的hermission symmetric 還記得負列轉換的特性嗎 if and only if 在某一軸是對稱的話 在另外一軸一定是實數 所以在title面上 hermission symmetric 它的負列轉換一定是實數 這邊就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那你就把它帶過去嘛 我們先把它做-s 然後這時候它就等於這個數值 其實用的就是這個性值 我把這變負-s 所以這個負號拿掉變正的 所以這邊變負-s 這邊帶負-s 沒有問題 那這時候我們就說 用這個性值 它是title面上是hermission symmetric 記得這邊用這個性值 根本就不用計算 對我們來講已經變直觀了 我一看到hermission symmetric 我馬上知道它的頻譜一定是純實數的 這時候我們就證明出來說 它的頻譜自己跟自己的compress conjugate 完全相等 所以虛部一定是0 這是符合我們說能量是實數的 要證明它是正的就比較tricky 基本上這個就不是從 autochrome function的性值 可以直觀的看得出來 所以它事實上是一個定理 是Wiener-Kinchin 它證出來的 所以既然被稱為一個定理 表示它不直觀 它一定是有它的價值 所以這兩個研究者 他已經看到了別人沒有看到的一個內容 他把它證明出來 所以我們就不是那麼直觀 這裡介紹的是一個比較簡單的證明 所以我們假設我們的訊號是局限在某個時間 那這個證明當然也OK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你傳送都是在某個時間 10點10分開始送 送到10點20分結束了 我的訊號就傳完了 所以我的xt基本上是一個 時間是bounded 那我們為了方便我的證明 我們都取對稱 時間做平移 好 那根據定義 它是autochrome function的負列轉換 負列轉換是1的負 i 2pi f tau d tau 各位記得 那這時候我們就做了一些調整 加了一個符號 那這個調整呢 事實上將來都會常常用 那我這裡稍微講慢一點 讓各位去感覺 記得什麼是期望值 期望值做積分 對不對 期望值是對應到它的density做積分 期望值其實就是積分的概念 1x就是對於x乘的積分 所以期望值你的直觀概念是積分 積分可以對調 我們就把積分對調 所以我先把期望值晚點做 我把積分先做 那這個將來會一直對調 但是請各位同學注意 積分其實不能夠常常對換 我們有個負比尼定理 如果你去學十遍分析 你就知道 兩個積分順序兌換 不見得會得到一樣 我先對dxg再對dyg 跟先對dyg的dxg 不見得相等 但是有個情況的相等 就是說 如果兩個積分都保證 在任何值都是finite 那你就可以對調 那一般我們在通訊上 所看的訊號都是有限能量 積分都要finite 我們不能看無限大 它會出錯都是會衝到無限大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假設 我們是合理的可以對調 我們就不再說明了 因為我們就是對finite的世界來做積分 好那這時候我們就先積分了 那積分的時候當然裡面有t加 tau 我們就用s等於t加 tau對換 所以這邊就變tau等於s-t 就帶進去 這時候呢 這就是xx對它做負面的轉換 這時候我就用上面加一個 qt代表它是平譜 因為我們都用大寫的x了 已經沒有辦法再取符號了 所以我們就是用裡面括號f代表 這次已經是做完負面的轉換了 所以它是e的r-i2pifs 那多了一個什麼 2pift 這邊有一個t 還沒有做完 所以我們就把2pift呢 帶回來 這個時候我們就有一個是f 有一個是titleman 一個是平譜了 這做完了 但是加一個旋轉 這是過程 那這時候我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個就是winer kitchen他們所注意到的 我們要講 左邊是f的函數 右邊有f有t 左邊是f的函數 右邊是 左邊是譬如說fx 右邊是gxy 那我們說它相等 對任何x對任何y都相等 所以左邊是一個變數 右邊是兩個變數 那代表是這個函數其實 你y不管帶什麼值 它不影響它的函數值 不然這個式子不會相等 譬如說x帶1 y帶2 它相等 x帶1 y帶3 它也是相等 x帶1 y帶4 還是相等 所以我們最後一個性質就是說 那我們就把gxy 對dy做積分 譬如說-t到t 除以2t分之1 還是相等 這就是它重要的步驟 左邊是f的函數 右邊是有f有t 所以代表的是 右邊t帶任何值都不影響它的數字 所以這時候我就可以把它對dt做積分 除以我的 因為一個常數 譬如說一個常數連加3次除以3 還是原來的常數 這樣可以理解它做這件事情 所以它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而簡單的觀察 只要你觀察到這一點 你就是winer king 這時候我們就再做一次把期望值跟積分對調 我們假設沒有問題都可以對調 對調完之後我們就說 因為x事實上它的範圍只在-t到t之間 所以這邊可以換成正無限大到-無限大的積分 那它就是原來的負列轉換 只是加一個complete conjugate 所以事實上你就會得到 我們的xf事實上是 一個平譜的期望值的平方 平方的期望值 那我們知道h絕對值這個就是正的 所以我們就知道平譜一定是正的 這就是著名的winer-kingchin theorem的基本內涵 所以你大概就知道它的幾個key step 在這一頁基本上都顯現出來 那我們先講到這裡